欧巴马总统努力推动与亚洲贸易往来的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而TPP的成败与TPA 也就是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也被称作快速通关法案息息相关 不过TPA法案今天在众议院遇到了阻碍 因为与TPA捆绑在一起的贸易协调协助法案TAA 今天在众议院的表决当中没有过关 TAA法案的目的是在协助受大规模贸易协定影响 而失业的美国劳工获得职业训练或是就业辅导 中议院今天以126票赞成 比302票反对的结果没有通过TAA法案 这个结果对欧巴马政府 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是个打击 欧巴马总统今天早上曾经亲赴国会游说 希望获得支持 不过最终事与愿违 众议院将于下周二投票表决 是否重新考虑TAA法案 由于TAA没有过关 使得与TAA捆绑的TPA法案也遭遇阻力 TPA法案如果通过 美国国会只能对白宫提交的TPP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 调达支持或反对 不能够逐条审核 从而大幅缩短TPP谈判进程 并且降低不确定性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бал匀